哈囉 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這一次喔 阿富汗的危機喔 變成拜登跟白宮的政治危機喔 事實上美軍最高將領直接出來說 他沒有料到30萬阿富汗大軍 結果11天之內就蒸發 然後川普連續兩天喔 出來痛批拜登 最新的新聞畫面 他接受了福斯的專訪 他說這一回喔 中國可熱了 美國可丟臉了 同時他說 台灣可能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事實上外界關心喔 確實台海很有可能是 未來喔 這一個全球重要的核心的焦點之一 蔡英文總統強調 保衛自己是台灣唯一的選項 但是美國前國務卿來時喔 事實上也出來接受評論 他說美國私信 而且呢 一定要加強對台灣的承諾 好 美中關係在變化的同時喔 阿富汗的局勢 牽動著印太的局勢 而解放軍這一次圍繞著台灣的軍演喔 當然來者不散 同時解放軍在軍演的同時呢 台北市街頭被媒體拍到 這一個愛國者三號飛彈喔 現在看起來喔 這一個台灣除了國防軍事 要好好保衛自己之外 另外一個核心要注意的是 整個經濟跟金融局勢的調整 今天台股重挫450點喔 那盤中最後收盤收在最低點 主要的原因是聯準會可能縮表 另外景氣是不是見頂了 電子業是不是有相當多的行業 事實上可能有庫存跟調整的壓力 也都影響到經濟局勢的後世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 全球政治經濟跟這個軍事的變化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立法委員 郭國文委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是錢雄山飛彈總工程師 張誠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李正浩 大家好 再來是財務專家朱月忠 大家好 再來是軍事專家吳明傑 大家好 再來是黃窗夏 大家好 好 這一次阿富汗的局勢 在美國內部變成 白宮的政治風暴跟政治危機 拜登本人的民調 這個重挫7個百分點 來到這個新低點46個百分點 這個是入主白宮200天以來的低點位置 同時共和黨跟他的政敵 全面抨擊 這一次呢 外界關心的是美國國會兩黨 最終會如何面對這樣的國際局勢 那川普在接受福斯訪談的時候 他直接說這一次美國丟臉丟大了 他說中國熱了 他還說台灣可能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好 正好剛剛看到的是川普接受福斯專堂 那他直接講到台灣可能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這一次阿富汗的危機 不僅是拜登的政治危機 事實上整個華盛頓跟華爾街呢 現在把所有的焦點都放在台灣 沒有錯 首先恭喜我們台灣的好朋友川普 你好像真的瘦了很多啊 這對他身體的健康也是有幫助 但是除此之外呢 這件事情 為什麼從阿富汗撤軍 會變成一個單純的軍事問題 變成國際政治 甚至整個台灣連續討論一個禮拜 連台灣總統都出來發言的問題呢 原因很簡單 大家聚焦的不是阿富汗應不應該撤軍 而是美國應不應該這樣撤軍 其實目標上大家邏輯都是一致的 我們認為美國應該撤軍全力對付中國 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可是大家都在問 有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撤軍方式 這晚點再講 可是狀況來了 當這個撤的荒槍走板的時候 有兩個單位撿到槍啊 一個是共和黨為首 以川普為首我剛剛看了 川普接受FOX的專訪的時候 開始說 這是美國最難看的一次 中國正在嘲笑美國 台灣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其實壓力頗大 可是問題是共和黨撿到槍出來 另外一個叫做中國撿到槍 怎麼說呢 中國正在透過這次的危機 塑造成美國是一個死亂中氣的復興漢 也因為中國這樣的定調 導致包含美國的AIT 包含美國的蘇利文 都開始強調 美國啊 絕對對於台灣還有以色列承諾 是一如既往的堅定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分兩個區塊 一個區塊是 美國內部以共和黨為首的人 開始給拜登壓力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是川普在輻射受訪 第二個萊斯好久沒有聽到這個名字 美國前國務卿對不對 在川普時代 他特別投出華盛頓郵報說什麼 第一個 阿富汗人民啊 掛在這個C-1軌運輸機上面那個畫面 可能觀眾朋友都有印象 就是有一個阿富汗人民在撤退的時候 他沒有上飛機 可是他抓住這個C-1軌的運輸架的時候 他認為他可以離開 結果沒想到飛機上來的時候 這個運輸架腳就收起來 他可能就夾在這邊 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後來就夾在這邊不知道是因為低溫 然後沒有氧氣而往生 還是因為被夾而往生 可是問題是 那個畫面就是他的腳跟手在那邊晃來晃去 他說這一幕很令人心碎跟悲痛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他說 這個美國星魚在這次行動中已經受損了 然後呢 未來美國要加強對於烏克蘭還有伊拉克 還有所謂的伊拉克還有對於台灣等等地方的承諾 這他講的 可是重點來了 到底台灣有沒有因此而受影響的 確實有 我們最近看到台灣國內非常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也在附和中國這種 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的說法 所以呢我們剛剛看到 蔡英文總統馬上站出來 他說 台灣唯一的選項就是讓自己更強大 更團結 自己不做為止 依賴別人的保護不是選項 其實蔡英文總統講的是非常非常明白的 台灣可以選擇 台灣可以選擇當以色列 台灣也可以選擇當阿富汗 我常常講啊 選擇跟努力是一樣重要 阿富汗政府軍選對邊站在美國這邊 可不努力 他對於美國20年來的幫助 視為理所當然 所以美國一撤軍 他們潰不成軍 可是台灣呢 如果美國願意協助台灣的話 我們應該要選對邊 而且更努力嘛 可是呢 在整個華府內部的壓力鍋結束嗎 沒有結束 大家都在加碼打台灣牌 美國國防部部長辦公室的中國科科科長包士可 他就特別投書 投書說什麼呢 美國現在應該一改過去戰略模糊的位置 而對付台灣才戰略清晰 那這件事情對台灣是好是壞呢 不知道先把打一個問號 另外 美國共和黨的眾議員Goren 也特別公開講 應該要台美建交的時候 這就是戰略清晰的更前一步 他說應該要台美建交的時候 我們美國不用甩中國 可是這個時候呢 又打一個問號 但是呢 一切的一切 美國智庫跟學者都給了台灣人民答案 他說 千萬不要把台灣去跟阿富汗對比 因為呢 台灣的戰略地位 他們用詞叫做 比阿富汗重一千倍 怎麼說呢 我簡單講 台灣在科技的戰爭 還有在實體的戰爭 都在戰爭的第一線跟戰爭的最前淵 科技的戰爭指的是半導體 我們是在戰爭的最前淵 而實體的戰爭 我們在第一島列也是在戰爭的最前淵 所以我常常說 在去年疫情的時候 我們看到台灣Can help 你大概沒有聽過阿富汗Can help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 現在大家爭奪台積電機片 可是大概大家沒有聽過 阿基電阿富汗機體電路 就這完全是兩者不同的類比 所以說呢 現在包含中國 包含美國內部 當然了 會有一些 因為他們政治的利益 或是中國在國際政治策略上的考量 去批評美國撤軍是一個死亂中卻的狀況 一我認為方法可以討論 二我不認為美國的撤軍的方式 或是拋卸方式 會用在台灣跟以色列上面 三台灣人自助而忍住 如果我們不想變成阿富汗的話 我們唯一的方式就是在利用美國協助台灣的過程中 盡可能的讓自己的強大讓自己茁壯 如果有一天美國即便要離台灣而去的話 台灣可以用個強悍的姿態 面對外國挑戰 我認為這是阿富汗事件給予我們唯一而且最深刻的體驗 好 明杰我們剛剛看到 川普事實上第一時間 針對阿富汗的這個撤軍事件 痛批拜登軟弱 但是他同時也預言 他認為台灣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我想他用詞潛質上面 可能用所謂的會有壞事這樣的一個說法 其實我是保留這個態度 但是就是說可以明確的看得出來 中國一定會利用這一個美軍撤軍 阿富汗的這個事情 這個情勢 那進而來分化台灣 分化美國 然後分化台灣和美國的關係 這個動作一定會做 那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還是回到一個基本的態勢 就是說基本上中國要透過 武力的方式要來奪取台灣 其實長期以來他有兩個 政治上的必要條件 第一個就是必須讓台灣內部 政治上面分裂跟瓦解 那同時要能夠有理應外合的力量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策略 會有從過去其實毛澤東時代 一直企圖要渡海攻台 就都一直有這樣的一個先決條件存在 所以他會透過這次阿富汗撤軍的這個事情 那在台灣內部不斷的一個 透過某些政治人物來炒作 讓台灣內部政治分化 那譬如說放棄自我防衛決心 或者是讓失敗主義投降主義蔓延 這是他的一個主要的目的 那達到未來有理應 他未來外面這個用兵動武的時候 才有這樣的一個理應外合的效應 這是他的一個上策 第二個就是說在美國的部分 當然我們看到其實他也在 正在看這個美國共和 跟這個民主兩黨 在因為阿富汗撤軍上面事情 自己內部產生所謂的紛爭 那影響美國的政治穩定之外 當然他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企圖去影響美國 對台的一個安全上面的支持 不過我們看到過去 從川普到現在拜登政府 我們看起來北京 在華府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對華府施壓 來干預美國對台的力挺的一個戰略 那他就反過來 那從台灣內部這樣的插手的方式 那試圖用台灣內部有些親中的人士 來這個營造一個反美的氣氛 然後反而讓台灣變成說 自己拒絕美國對台灣可能的協助 這樣的一個策略 那軍事上更不要講 你看到在8月17號中國外交部 還特別把這個817公報又拿出來談 為什麼他要在軍事上 第一個要阻止美國對台軍售 藉由這個動作來削弱 台灣的一個軍事上的防衛能力 那最後當然他主要這幾年 他不斷的軍事上面的一個提升目的 都在對美國進行一個戰略規則 就是要讓他這個反介入 也就是說他要達成一個 兩個客觀的條件 第一個台灣內部政治已經分裂 第二個美國不會來協助台灣 所以這樣的一個條件 要先達成他才可能 有把握拿下台灣 否則基本上這兩個條件不成熟 他用武力來奪台是注定要失敗 好那回到這幾天 我們看到他軍演的動作不斷 從8月17號 又派了11架次的這一個軍機 來騷擾台灣的西南空域 那甚至東南的空域 那海上還有船艦 那在進行一個海空的 連合的一個突擊的一個演習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只要我剛剛講的 政治條件沒有成熟前 軍演就還是軍演 那還有包含我覺得 解放軍內部也在討論說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 對台灣西南跟海 這個東南海空的一個 連合的一個包夾 已經形成可以對台灣進行權域威懾 然後進行維艦的一個動作 其實我覺得這都還言之過早 那為什麼不在西北跟東北 這個海空域進行這個軍演 主要我們看到 因為沖繩這個地方 還有包含像這一個 整個日本的南西諸島 最近不斷的在提升 包含飛彈跟電戰能力的一個部署 那美軍的沖繩基地的一個海空的兵力 也還是有一定的程度在那裡進行監控 所以你看他就挑 是挑軟的吃 他從台灣的西南跟東南空域下手 不過這都還是一個 政治上的一個威責 比較特殊的是我們還有觀察到 這幾天其實不是只有空中來的一個軍演 那其實他在這個包含 從南海又發布了三天的軍演 那包含像72軍 73軍 74軍 全部在進行一個兩棲登陸的一個軍演 比較特殊的 我必須要提醒 就是說看到 這一次非常罕見的 他73軍的兩棲 軍演從先前 譬如說動用054的兩棲突擊車 在渡海演練之外 這一次非常罕見 他從應該是渡海 調了一艘渡海珍珠 這樣的一個民用的滾輪來 這樣的民用滾輪跟先前 我們講的貨裝滾輪又不一樣 民用滾輪基本上 他這一艘 這一個屬於渡海輪渡公司的 這樣的一個 滿載有2.5萬噸的一個大型的 一個民用的一個渡輪 過去是放在山東煙台 然後橫渡整個渡海 到這個遼寧大連之間 本來是民用的一個裝載 但是他這一次 非常罕見的 把他拉到這一個 可能是東南沿海 讓73軍裝載各式的軍車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這一型的民用的民滾輪 他可以搭載1600人 然後大概有300輛 車輛的一個裝載能力 那號稱航數可以到20節 那先前我們談到說 貨裝滾輪的部分 其實先前是屬於中國遠洋 這個海運 那有一艘叫棒槌島號 那他的這個噸位 是比較小1.5萬噸 那一次是直接 用他後面有強化的一個跳板 那在廣東佔江外海 再測試用054的兩棲突擊車 從海上施放 那這兩型的一個 都是民間的一個貨輪跟滾輪 為什麼來動用到這個地方的演習 其實先前美國海軍戰爭宣言 有一篇報告就提醒說 解放軍可能會動用現在有民間的 高達63艘的 這樣的各式的這個載具 彌補他包含像現在 075 071 072 各式的兩棲正規的突擊艦 數量上面的不足 不過我們要強調就是說 這樣的動作 背後意涵的是什麼 其實他動用這個滾輪 主要就要凸顯說 他能夠這個發動 所謂的萬傳奇發 這樣子對台的攻勢 但是背後其實真正的顯示 就是他的渡海能力 兩棲載具的確是嚴重的不足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也證實說其實北京必須要等到台灣內部 還有包含美國的外部政治條件 都能夠這個成熟的時候 他才有可能真正對台動武 否則在此之前 像用這種貨裝滾輪來渡海 你航數就算有20節 坦白講來就是來送死 因為他們是沒有任何武裝 也沒有任何防護 只要台灣還有一定的一個 飛彈的打擊能力 對於這個貨裝滾輪的這個渡海 完完全全是可以把它這個集體於半渡 因為這樣的一個貨裝滾輪 必須要能夠正式的 把港口拿下 靠岸才能夠行政下線 所以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基本上從這次阿富汗事件 我覺得基本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北京當然非常希望 未來在武力奪台的過程中 能夠像這次塔利班 對這個阿富汗政府軍的進攻 攻戰過程中 像這個吹哭拉朽一樣 10天就速戰速決 但是這樣的模式 會不會可能在台灣發生 我們認為絕對不可能 第一個 台灣有堅強的 自我防衛的決心跟意志 第二個我覺得當然 美台之間的合作 也要更加一步來證明 台灣絕對不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之後 在國際政治跟國內政治 事實上都炸鍋 特別是華盛頓跟華爾街 現在把目光焦點放在台灣 就連川普接受服事專訪的時候 他都說台灣可能會有不好的事情 然而阿富汗為什麼會炸鍋成這樣呢 零零種種的各式各樣的 末日逃難影片影像 事實上都在網路上流傳 這兩天還流傳 阿富汗婦女為了照顧她的這個寶寶 事實上直接丟嬰兒 想要脫孤給英國的官兵 那希望他們可以 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生存下來 阿富汗的變天速度之快 然後當這個拜登變得灰頭土臉的時候 然後呢 阿富汗的人民驚魂未定的時候呢 結果那個落跑總統加里 終於出現了 他平安的到達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到了以後呢 開始講一些讓人家聽了 阿富汗人更傷心的話 首先他講了 他說他絕對沒有落跑 他是內閣會議決定 所以要他跑的 免得見證到血流成河 所以他跑了 然後他又講說 說他帶了很多錢落跑是假的 完全是謊言 完全沒有這回事 然後還假惺惺的 現在在整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非常的平安之下說 我正在徵詢 是不是應該要回去 重新追尋正義的建議 可是他講這些話的時候呢 在塔吉克的那個阿富汗 駐塔吉克的大使就非常生氣了 因為他第一站 傳說中不是帶了四輛的美鈔 四車的美鈔 然後裝進直射機裝不下 冷痛還丟到跑道上嗎 塔吉克大使說 他帶了將近47億台幣的現鈔 就是美金直接到了塔吉克 然後又落跑了 所以塔吉克大使呢 希望整個世界追討這筆錢 希望警察把他給逮捕起來 所以你看他帶了這麼多錢 然後還在那邊給仙 可是這樣一個假仙總統呢 他的女兒一樣的給仙 他的女兒呢 現在正在紐約 住在柯林頓山裡面的豪宅裡面 然後在IG裡面想說 我非常擔心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我會跟他們感到緊張 害怕悲哀 可是事實上呢 發現說他其實從2002年 他爸爸進入了這個 阿富汗的政府之後呢 他就變成藝術家了 藝術家當時才20幾歲 就可以進出全世界 在他爸爸的那個支持之下 展覽啊 撈錢啊 賺很多錢啊 然後這時候躲在那邊 然後給一些 但是紐約時報去訪問他的時候 躲起來不敢講話 你看到這對父子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阿富汗那些婦女 是另外一種悲歌 一個英國的士官就出來講說 英國的士官說 因為他們的英國陣地裡面 還有他們英國要撤離的地方 他們怕很多人衝進來 所以外面開始放了巨馬 放了鐵絲網 可是好多的阿富汗婦女呢 他們知道他們逃不掉 他們知道他們進不去 開始把他們的嬰兒丟過柵欄 丟過鐵絲網 希望阿富汗就是上面這個畫面 他們在丟嬰兒 他們想要救這一個嬰兒未來的人生 對 就是我走不掉 但是希望你們英國的士兵 把我的孩子給帶走 照顧他們脫孤 然後就這樣不斷地丟過去 然後想說救救我的孩子 救救我的孩子 甚至於有些時候 因為他們的力氣也不夠 這個緊張的狀況 圍牆又這麼高 有些小孩子還掛在鐵絲網上 所以英國軍官想說當天晚上 所有的男人沒有一個人不流淚的 然後另外呢 在美國要撤的時候呢 還有一個畫面也出來了 那個畫面是一個少女 少女想要逃 但是鐵絲網已經拉過來了 她就趴在那個鐵絲網上面 有很多刀刺扎在她的身上 直直直喊塔利班來了 塔利班來了 大家都無人為力 就是看著那個少女在那邊哭喊著 這個東西就是這對婦女 她們已經逃了 拿了這麼多錢 然後還被假先 假先的時候 你看看阿富汗真實的狀況 那阿富汗這樣一個措手不及的時候 最後呢 美國最高的參謀主席 聯席會議的主席 密立也出來講話了 他講說他們還是覺得 撤軍這個動作是對的 但是也沒有想到說 30萬大軍 竟然在11天就會完全的蒸發掉 根本全世界沒有辦法 事先連他們都無法預估到 會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為什麼出了這個狀況呢 有一個是在台灣這邊 台籍的 在美國當過軍官的 張信軍官 接受我們台灣的媒體講說 其實喔 美國到阿富汗這場戰爭裡面 真的是非常的艱困 他特別舉例 光一個補給就是特別的問題 因為呢 這距美國10萬8千里 光一個飲水 那邊的水是很髒的 一般不是阿富汗人 喝了以後就會拉肚子 就會生病 所以他們都是瓶裝水 要不要運過來 可是運過來 阿富汗又很難運 所以要運到巴基斯坦的克拉茲 再用卡車到了邊界之後 邊界之後還不是直接進來 到了邊界之後 就有點像我們古代的保鏢 標局一樣 民間的民兵開始運送 可是開始運送的時候呢 不是這樣順利就到了 他們很多時候就發現 今天好幾天吃飯 沒有新鮮疏狗 為什麼沒有新鮮疏狗 因為沿途都是塔利班的司令 有時候會賄弱 有時候直接搶劫 有時候直接弄掉 所以光一個補給問題 美國就很難 但是他說整個東西回顧去看 美國和盟國最大的錯誤是說 以為可以幫阿富汗建立一支 堅強的部隊 新的一個民主政府 但是阿富汗根本不想 另外一個陳姓的 也是台籍的美籍軍官 以為阿富汗福利 他有對尖端軍事雜誌講 整個阿富汗軍隊 他用了一個形容詞 他在那邊看到的 就像1930年代 大陸的國民黨軍隊 整個文盲呢 市制率只有10%到20% 完全沒有現代化的概念 甚至於很多人當兵 還是賄賂 想要逃碗飯吃 然後吃空想 這樣的軍隊造成今天的悲劇 好那張誠大哥 一方面阿富汗危機發生之後呢 解放軍立刻宣布在台海周圍軍演 而事實上台北市街頭 昨天也被媒體拍到 愛國者3號飛彈的中印 這個在穆大動物園附近 昨天晚上那個被媒體拍到 有那個愛國者3型飛彈 在那邊做個佈陣的演練 那全程都有官兵束手著 那根據媒體的報導 它不是只有飛彈車 因為我們通常看到飛彈的基地 都看到飛彈車 很完整的它連 所謂的射控指管車跟雷達車 都很完整的一個 一個作戰單位在那個地方 那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張呢 不是昨天晚上在那個 烏炸動物園出現的 而是在去年 在那個大石河濱公園 那個我們漢光演習的時候 一個愛國者飛彈的 機動部署的一個演練 那為什麼把這個拿起來講 就是愛國者飛彈呢 它當初引進我們中華民國的時候 是為了建立中華民國彈道飛彈防空能力 這是最主要的一目的 然後我們再把歷史彎回推一點點 那個在更早之前 我們中華民國彈道 就防空飛彈能力 最早是由美國的立式飛彈 跟英式飛彈所建構起來的 那在民國七十年代的時候呢 中科院三彈一機的計畫裡面呢 中科院所研發的天工一型跟天工二型 就開始部署了 那時候開始部署的時候呢 是替代美國立式飛彈的基地 就把整個台灣包括外島 部署了六個天工一二型的飛彈基地 那我要提一下 在那個時候 我們並沒有把那個英式飛彈廢除掉 那時候整個規劃是這樣 天工飛彈做區域防衛 英式飛彈做點防衛 那什麼叫區域防衛點防衛 除了飛彈的射程之外 跟雷達涵蓋防衛下 有一個概念是怎樣 如果我今天做點防衛是 我這個飛彈連不但保護我自己 我還有一個我們叫 我還有保護一個點 那什麼叫區域防衛呢 我不但保護我自己 我的OSVA呢 可能會五六個點 這兩個差異在哪邊呢 就除了飛彈的 飛機的攔截之外 還要做個戰場光 就支援分配的事情 我為什麼要提這件事情 這個我們到處引進愛國者 飛彈的時候 並不是要彌補防空這段 完全是彌補我們彈道飛彈的防禦 那所以那個時候在我們台灣 也蠻大的一個地方 在引進九個愛國者飛彈連的時候 我們就選了三個重點區 特別是台北區域 就台北 台中 高雄三個區域 那這張圖呢 這是當初我們在那個 引進到台北的時候 所做的一個部署 那在我們的南港 在我們的新店領口 部署了三個愛國者飛彈連 那這個指的方向是 如果那個彈道飛彈來期的方向 它要形成一個區域攔截網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愛國者飛彈在設計上 它本身是點防禦的 不是區域防禦體 可是我們對整個 大台北盆地的上空的防禦 需要一個區域防禦的概念 所以我們是用三個連 加上一個指管系統 來做個防衛的 好 那後來愛國者飛彈引進之後 我們現在開始有天宮山形 那天宮山形就要彌補 除了北中南三個都會 其他地區的防衛 所以前幾天我們在節目中也談到說 科學援區所需要一個 需要防衛 那這一部分是這個樣子 在國防部有一個案子 在那個苗栗的西湖地區 要把一個陸軍 以前是陸軍的那個 舊的一個飛彈基地 要重新恢復起來 那我提一下那個舊的飛彈基地 那個舊的飛彈基地 原來是那個聖令裡神的飛彈基地 那在當初天宮飛彈要部署 那個基地就轉成英式飛彈基地 就是做點防衛用的 好 那那個基地 在經過國軍的不斷的縮邊之後 它就慢慢的就被取代掉 就不存在了 那最近呢 因為要加強科學援區 就譬如說銅鑼 還有竹南那邊科學援區的部署 那個防衛 所以現在開始 國防部開始思考說 要不要加強那邊的一個防衛能力 那為了加強那邊的防衛能力的時候 就開始想說 把那個基地重新恢復起來 那有些記者眼尖 就是從國防部的預算 那個購案裡面看到說 那個飛彈基地重建的預算代號 叫做飛凱二號 為什麼要提這件事情 他講飛凱二號 那前面應該有個一號 那飛凱一號是什麼 飛凱一號是愛國者 三型飛彈的性能提升案 那這個性能提升案 事實上有些結餘款 所以那個記者就猜了 那這飛凱二號的錢 哪來做一個 那個飛彈基地的重建 那是不是就是要 就是要部署愛國者飛彈 那我剛剛為什麼 花了一段時間跟大家說明說 那個我們在整體在防衛的上 愛國者飛彈是做 反彈道飛彈為主 雖然它也可以做 防空飛彈的防禦 就反彈機的防禦 但它以反彈道為主 那以北中人來部署來看 那我們天空三型在部署 天空三型當中在發展的時候 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做反彈道飛彈 除了延長原來天空二型的射程 天空二型的射程是200公里 它又延得更長之外 它很重要就是 反彈道飛彈的部署 好 那反彈道飛彈部署 當初它開始要 要部署的時候 我們的想法是說 把原來的英式飛彈點 一個個把它換成天空三型 因為人家這樣子 但是我們整個不敢 防空飛彈的防衛能力 點防衛能力 或者區域防衛能力 加上天空三型的部署 是整個台灣的防空 就更強 所以大家講說 台灣的防空飛彈能力 是僅次於撕裂 排名全世界第二 這真的一點都不假 尤其是天空三型部署的時候 因為天空三型 剛開始部署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部署在東岸 那部署在東岸之前呢 曾經把在台中跟高雄的 兩個愛國車飛彈連 調到東岸過 為什麼 那時候是因為攻擊落臺 為了處理攻擊落臺 所以曾經把兩個連 機動部署到東岸過 好 那現在剛開始 我們開始要換裝 所謂的英式飛彈的時候 在東岸就先部署三個 天空三的防空飛彈連 天空三防空飛彈連 按照國防部公開的資訊 總共部署12個連 中間有一個連 就是剛剛講的 就在苗栗西服那個地方 就飛改二號的地方 所以我個人觀點 是跟那個記者 看觀點不同 我認為我們不會把好端端 所建構好的愛國車的 整體的防衛網把它拆掉 應該還是會恢復 原來是北中南三個地區的 然後會把那個苗栗西服那個地區 部署一個天空三型的飛彈在那邊 那我特別要提一下 那個基地其實我去過 那個基地當初 在美軍部 我們部署聖女女神飛彈的時代 那裡面除了那個是飛彈基地之外 它是一個非常 建構的非常好的一個碉堡 是一個飛彈的儲存空間 我們叫做龍安飛彈庫 那時候我們就叫這個名字 你們可以儲存非常多的飛彈 那我相信說 經過這麼多年 那個龍安飛彈庫 並沒有太大的損毀 因為我們當時蓋得非常堅實 那以那個地點來部署 天空三型飛彈 或者天空一二型飛彈 對南北的資源 其實是非常有效率 所以我滿支持這個案子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阿富汗危機 在國際政治跟美國國內政治上 都變成政治風暴 那特別是在美國內部 這一個拜登的政敵 一個接著一個出來痛批 包含川普 都直接痛批拜登太軟弱 他說中國熱了 那台灣可能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那事實上 以這兩年來講 解放軍成天落台 美國事實上 這一個拜登新的團隊 簽署的相關行政命令當中 直接封殺了53黨 中國軍工企業的黑名單 那委員 你事實上 在這個立法院追蹤 在台灣其實還有一些共同基金 那共同基金在台灣募資集資 可是投資的標的裡頭 仍然包含這一些 美國黑名單的中國軍工產業 對 沒有錯 美國其實在今年的6月3號的時候 曾經公佈有高達59家的公司 這59家公司都是民間的企業 但是他卻用民間的企業 來做掩護 來執行整個中國軍方的一個任務 包括大家非常熟悉 非常清楚的華為 他專門在搞數位外洩 數位外洩 數位監控的公司 還有包括 在從事這一帶一路過程當中 建構間諜工程的一個 中鐵工程公司等等這些都是 而這59家的公司當中 既然有兩家 包括海康威士 海康威士基本上是胡錦濤的兒子 胡海峰所主導的 他做了什麼 他做了整個新疆集中營的一個監控的設施 這個基本上都違反人權的 可是台灣去投資了 台灣總共有三黨基金高達8億進行投資 另外還有包括什麼 包括我們看到的 現在最近中共一直繞機擾台 繞機擾台的情況底下 瀋陽這個飛機工業 是他們在整個軍火工業當中 數一數二的飛機工業的一個領頭羊 可是他在執行研發 所謂的殲31的隱形戰機 可是這個瀋陽飛機工業 台灣的資金也有投資 讓人家非常的意外 這兩家都是美國59家公司當中的黑名單 而不只如此 還有包括執行中國有關於海軍任務的 所謂的中原海控 中原海控很巧的 他在6月3號的同一天 就是美國發生的同一天 他有一艘船衝進高雄的港口 70號碼頭 所以中國中原海控的這一家公司當中 更誇張的是有高達多少 高達這個50幾家公司 就盡情跟他投資 這個投資當中有ETF 也有固定的一個公司 所以我看到這些數字的時候 我看到非常非常的壓抑 非常非常的離譜 而且一般這一些基金的投資人 那一般的觀眾朋友 他可能也是一個小閃戶 他也不曉得他買的基金 事實上回頭又買的相關的軍工企業 而這樣的軍工企業 事實上又可能是文攻武嚇 台灣的解放軍的幫手 對像這些基金當中 你看第一金中國四季 你看看富邦中國多重資產資金 這裡頭零零種種 還有所謂的富邦大中華等等 這些資金基本上 一般投資人他不清楚 他不清楚裡頭的持股明細 對他不清楚裡頭的持股明細 但是美國從6月3號已經公佈資金 有好幾個月的情況底下 沒有想到台灣的基金經理管理人 或者是這些基金公司 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 完全沒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次 我還特別要求金管會 要有類似這樣的機制 他不但要做一些定期的公佈之外 如果有類似的情勢產生 那該處罰就要處罰 而且應該該更新就更新 該禁止就要禁止 所以現在的這些名單都要去更新 隨時去看 這樣的禁止名單當中的一些投資標的 也沒有納入整個投資項目當中 這是金管會該做的一個任務 所以我認為是說台灣的資金 如果說跑去去支援整個中共的軍火 這真的太諷刺了 這原格是踩到整個國安的底線 那我再請教這個委員 事實上我們整個國安應該 跟美國一樣是全方位的 剛剛提及的是資金的部分 而且大多數的散戶跟基金的投資人 他可能是不知情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比方說全方位的 剛剛講到的中國軍工企業 他事實上用了大量的台灣的 比方說關鍵零組件或者上游半導體 然後甚至也挖角我們相關的人才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有相關的 整體的國安的管控 其實整體國安管控 其實出現一個問題 立法院最近一直在討論 就是所謂的營業秘密法 還有包括一些經濟間諜法等等 但這些討論的過程當中 不會 我就問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這一些千系列的戰鬥機 我們賣不賣晶片給他們 賣不賣 那如果賣了之後 他做成戰鬥機 然後他每天來台海這裡 惹是神非來亂禮 那請問你接不接受 當然這就是一個產業鏈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不可能 跟紅色供應鏈掛鉤在一起的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之後的 整個投資夥伴還有對象 他就會慎選 其實包括以後的數據中心 包括像類似Google 這些都會設在台灣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甚至Google連硬體的這個設施 其實他們都不想要到對岸去了 以後的整個硬體的設備 其實幾乎都找台灣合作 那說台灣所合作的這些廠商 其實在某個程度 在美國都有經過一個國安思維的方式 來作為一個合作對象的考量 這個都有 好 那同一時間 月中台股今天事實上 受到聯準會可能縮表 以及外界關心 這個電子產業的景氣 跟中國還有美國的景氣 是不是已經鑑定 事實上台股今天跌很深 重挫450點 對 今天台股真的是多重的利空 從此造成今天台股巨量的下跌 那包含剛剛林管所說的各種原因 我想川普的那一句話 台灣會發生不好的事情 我想也會引起投資人的擔心 所以大家看到今天台股很慘 開盤是今天最高點 收盤是今天最低點 光我這樣講 大家就知道今天有多嚴重了 所以今天收盤大跌了450點 那收在16375點 那直接灌破16500點 而且更糟糕的是今天外資大賣了501億 是今年以來的第三大 僅次於2月26號的944億 跟3月4號的525億 而且也是歷史第六大 外資這樣子的把台股當作提款金 那台股當然撐不住 所以今天的成交量也增加了 昨天已經先突破了4174億 今天進一步提升到4312億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這樣子的慘況 當然很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那些原因 那不只是這樣子 聯準會現在一個很大的動作 它準備要縮表 那這個縮表其實就是要開始 就減少QE的問題 那應該是說減少QE 不能說減少縮表 那減少QE第一步就是減少購債 那現在具體的這些數字還沒有出來 它現在是在7月份的聯準會的例行會議 的會議紀錄裡面已經揭露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看到今天不是只有台股 整個雅谷地區其實的跌幅都不輕 那所以包含了韓股包含了日股等等 我們就不一個人去講 台股今天跌幅2.6%很慘烈 那但是韓國股市也跌了1.9% 也非常逼近 對 那今天整個都這樣子下跌 那有沒有人搶 有那個東西叫做美元 那美元今天呢 已經來到最高是93.5% 那美元指數93.5% 這個數字是去年11月以來的新高 那對應到今天的台幣 當然也是走扁 今天雅幣其實也通通都在走扁 那台幣今天一度灌破了28元 那最後收盤的時間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是還沒有出來 不過也都在28元左右 那韓元的部分的貶值幅度 是雅幣當中今天相對比比較高的 如果以貶值幅度來說 台幣的貶值幅度大概是0.5% 那韓元貶值有來到0.6% 是雅幣當中今天跌最多的 那另外大家一定想到說 所以今天整個雅股事實上 是股匯都跟著跌 然後市場資金從美元指數觀察 事實上是可能流向美國 或者美元上面 是 因為美元上漲 其實就告訴你錢是往美元資產跑 那至於跑到美元的債還是股 還是其他的商品 那第一時間我們當然是沒有辦法知道 不過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黃金 大家一定想到這個有動亂的時候 錢應該會往黃金跑吧 不過我們剛剛說 因為美元漲得蠻多的 那黃金的漲幅相對就被抵消 因為黃金跟美元通常是敲敲板 不過黃金這一波 從上個禮拜的低點以來 大概也上漲了50美元左右了 那目前大概在1790幾塊左右的價位 會在上下變動 那再來今天台股本來應該會有一個利多 就是我們昨天也提到了這個當沖降稅 應該確定會是延長三年 那稅率是就維持原本的打對折 也就是說從原本千分之三的證交稅 還是維持收千分之1.5就是打對折 這照理說是一個利多 但是在天大的利多都比不上 我們剛剛說的這些重大的利扣 所以讓今天的台股的表現 是相對非常弱勢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亞洲股市事實上今天的賣壓都非常沉重 主要的原因是聯準會 這一個開始要縮表了 那景氣也有可能來到一個高檔 然後美元指數的反彈 國際熱前可能陸續的暫時離開亞洲市場 那回流美元市場 所以受到這個影響 台股的跌幅其實是蠻重的 跌點是高達450點 但是本來還有這個短線當沖客 以為降稅延長沖沖熱是利多 沒錯 這一波的下跌 其實嚴格來說跟台灣沒有絕對的關係 也不是我們造成的是 從美國到其他市場的這些震盪 對於台股所引發的一些問題 好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不是只有台灣在擔心 你看到日本也很擔心 不過他們擔心的事情根本不一樣 他們擔心的是自己的產業 半導體產業有可能要game over了 因為日本自己跳出來講 他們的產經 日本的經濟產業省出來說 日本已經失落30年了 這30年的時間 讓原本他們在全世界的半導體試占率 本來還有10%左右 現在可能要降到歸零 怎麼會這麼嚴重 日本不是在半導體產業有晶圓 有這些化學的這些重要的化學原料 還有工具機這種機器都很先進 怎麼會有這種問題 他說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因為美國市場的磁吸 大家也知道 美國砸大錢吸引各個尖端的這些公司 前往設廠 當然會包含日本的產業 所以日本的這些龍頭公司 像這個春田製作所 這市場上排名第一的公司 當然也有可能離開日本到美國去設廠 因為美國給的條件比較好 所以日本自己也想急起直追 問題是他們砸的錢有夠少的 以目前你看到這個菅義偉政府 準備要提供5000億日圓 來鼓勵半導體產業 問題5000億日圓比較多 台幣才1200多億 人家美國要砸510億美金 那就一兆多台幣了 那歐盟也要砸1350億美金 歐元和台幣更是4兆多 那你日本才這1000多億台幣 你是要創下 所以日本很擔心這件事情 再看到 這個為什麼大家都看半導體的 因為這個缺晶片缺到天荒地老 現在又傳出來 馬來西亞很重要的外資廠商 易發半導體又關廠了 其實它之前已經關了一次 好不容易又重新復工 現在又傳出來 被馬來西亞政府下令要封廠 當然都是因為疫情的問題 這一次有可能要關到8月21號 所以這時候一關之下 哇這個缺晶片的問題 勢必越來越嚴重 大家要知道 馬來西亞在封測全世界的市占率高達13% 全世界50家半導體廠都在這裡有設廠 除了我們剛剛說的易發之外 其他恩志浦 博通美工等等 你喊得出名號的 大概在馬來西亞都有產 好 我們再看到 受到很大衝擊的中國市場 我們在之前也講過 中國的官方要出來查這個晶片 風台的問題 好 那你不查沒事 越查越糟糕 因為很多人就開始吸收了 因為我現在賣到市場上 賣什麼價格不對 都不對 那我乾脆就先不要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小鵬汽車的董事長何小鵬就跳出來說了 這一波的疫情 現在是真正對汽車產業最嚴重的時候 因為你真的是有錢你也買不到貨了 所以很多的晶片廠 汽車廠都癱瘓了 現在叫貨在中國至少要四到五個月才能夠出貨 那再加上現在中國又再加嚴加控管這個晶片的問題 那中國的晶片可能要缺到天荒地了 那不只是中國 韓國也很慘 韓國自己都已經算是晶片生產大國 結果韓國的車廠一樣缺貨 我們看到以七月份韓國的汽車出口的量 少了3%大概是18.1萬量 如果以整個韓國的汽車產能來說 更衰退了將近14% 換算起來大概是30萬量 那除了這個晶片缺貨造成的之外 韓國自己的內需也在減少了將近10% 所以韓國第一大車廠 現代車廠他們現在說真的是沒有辦法了 那年代的因為疫情的關係 它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廠也都準備要減產 所以這對現代汽車來說 它本來前七個月還有22%的成長 但是現在看來這個要大打折了 那再看到台廠的部分 新唐這家公司也是晶片大廠 因為這一波的缺晶片跟漲價 而且光最近漲價9月份又要再漲15% 讓它的業績搶搶棍 而且它開始調整它的晶片 去年的時候車用晶片只占它的營收24% 現在要上調到將近40%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在去年 把日本松下的半導體廠吃下來 所以它全力進攻這個廠 不過你看到它今天的股價一樣收跌停 遇到這重大的利空真的是沒有辦法 不過因為它今年以來已經漲了一百八十幾% 只要去太多了 好 再來看到郭董 之前郭董到捷克去打疫苗 接下來他人到哪裡去了 他前進德國囉 做什麼事情 當然都知道 第一個當然就是去追這個VNT疫苗 希望催貨趕快出貨 另外一個動作就是 他來到了輝瑞這個地方 就VNT這個 他們這個大廠站所在的地方 叫波登湖 那附近有非常多的汽車廠 所以有人說 這一次郭董去到那裡 其實是有兩個任務 除了去追這個VNT疫苗之外 很重要的在跟特定的電動車廠商 去談合作 可是新聞並沒有揭露 他到底會去找誰 我們就拭目以待 好 那今天鴻海的股價 其實還是難敵今天的市場 這不好的行情還是跌了4塊錢 跌幅有3%多 另外看到也是國際的半導體大廠 柯瑞 柯瑞做什麼事情 他全世界最大的碳化系廠 即將要生產上線 而且他現在最主要的就是 跟EVA半導體合作 那EVA半導體的 有一個重要的客戶 就叫做特斯拉 現在雷諾汽車也要跟他合作了 而剛講到碳化系晶圓廠 其實最大的用途就是用在車用晶片 所以你看到柯瑞的動作很明顯都在告訴你 大家都看好車用晶片的這一塊 好 那當然台廠輸人沒輸定 我們電子五個之一的 人保也準備要跨進這個領域了 他找上了誰 找上了另外一個晶片大廠瑞育 都想要做這個車用晶片 不過因為瑞育是專攻這個網通晶片的 所以他們要專攻車載的通訊晶片 那大家對這兩大廠的合作 其實是非常看好的 所以大家看到今天人保的股價就很抗跌 還可以收平盤 以今天行情來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 不過瑞育就弱了 不過因為瑞育股價高 500多塊 所以今天跌了34塊錢 跌幅高達6%以上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